大家好,吃了几十年的白菜,没想到豆腐和韭菜这样做,竟然这么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你没有见过的新鲜吃法 出锅以后非常的营养好吃解馋 这是刚从农场捡回来的一把韭菜,非常的鲜嫩 给它扔到一个大盆里,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用山泉水将韭菜清洗干净 这里也可以给它先浸泡一下 加入食用盐可以有效的杀出里面的虫卵和细菌 这个韭菜的根部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要不然的话会有点割痒 然后给它捞出来,放到一个漏篮里 下面我们开始和面 准备一个大碗,加入几百克的面粉 面粉的用量可以根据家里的人口来决定 再加入食盐 用两根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用筷子把面粉划清界限 教给大家一个和面的新方法 一半用热水烫面 给它搅拌到没有干面粉的棉絮状 另外一半用凉白开和面 用这个方法和出来的面团,非常的柔软筋的好吃 一直搅拌到没有干粉的状态 再用你的小黑手给它下手和面 用半套面和出来的面团 做出的饼外酥里软,非常的好吃 凉了也不会硬 就连三岁的小宝宝吃了都说非常好吃 一直把面团和成这样光滑的面团就行了 我们今天这个面团不用醒发 直接给它转移到案板上 充分的给它揉搓 揉个五六七八下 再用手给它搓成细长条 再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机子 取出一个小面器 用手先给它整理一下 用手搓成一个小圆球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一个你们家不愿意用的圆盘子 里面加上适量的食用油 用小白刷子给它涂抹均匀 再把做好的小生胚摆放到盘子里面 然后再把生胚的表面刷上食用油 尽量给它刷的均匀一些 用这个方法可以锁住生胚里面的水分 而且可以增加它的韧性 再盖上一张塑料布醒发半个小时 下面准备一块两毛钱的豆腐 先把豆腐放到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个正宗的公鸡蛋 戴上疑似性的手套 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把鸡蛋和豆腐充分的搅拌到一起 亲爱的家人们 喜欢大英的视频 请用您发财的销售 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一直把豆腐抓拌到没有豆腐样的时候 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 加入一点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豆腐加进来 给它翻炒均匀 我们这个豆腐尽量多给它翻炒一会儿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有点粘稠 经过长时间的煸炒以后 豆腐里面的水分就开始蒸发了 这样豆腐粒已经粒粒分明了 非常的松散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调一下味儿 再用铲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给它盛出来放凉备用 现在我们的韭菜已经晾干水分了 先把韭菜马放整齐 把韭菜的老根切掉不要 再把韭菜切成小丁 韭菜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的食欲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好处 韭菜处理好之后 装进一个大碗中 用韭菜调馅 一定要把韭菜控干水分 防止出水 再加入适量的熟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 能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 也可以防止韭菜出水 再加入一把从盒里捞出来的虾皮 这样做出来的馅料 非常的鲜香好吃 再准备一块生姜 用刀切成宝宝的厚片 再切成头发丝一样的细丝 最后再切成小碎末 切好的姜末 给它放到韭菜里面 往里面加入500粒的白糖 一点胡椒粉 再加入晾凉的豆腐碎 用筷子 不用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豆腐里面已经加盐了 所以这个馅料就不用再加盐了 要不然的话 韭菜又开始出水了 这时候我们的韭菜馅料 就调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馅料 不论是蒸包子包饺子做馅饼 做出来那真的是呱呱香 现在我们的面团已经醒好了 这个面团非常的柔软 有筋性 给它转移到案板上 用小黑手给它压成圆饼 取出适量的韭菜馅料 放到小圆饼上 用包包子的手法 提拉给它捏合到一起 再用手给它按压一下 这时候我们韭菜馅饼就做好了 电面蒸提前预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小刷子给它涂抹均匀 再放入提前做好的生胚 再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 经过按压以后 这个小圆饼是又大又圆 然后再往饼上面刷上一点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小饼的水分 盖上盖子烙至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给它翻一下面 小饼的一面已经烙至金黄了 继续烙另外一面 我们这个小饼中间一定要多给它勤翻面 一直烙至这个小饼 两面都鼓起来 两边都烙至金黄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我们用手撕开 可以看到里面的馅料非常的鲜美好吃 可以看到这个韭菜馅饼 一点也不出水不破皮 韭菜和豆腐这样搭配 真的是非常的鲜嫩好吃 如果喜欢吃韭菜的朋友 可以在家试一下这个做法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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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